存檔的話,最後呢,如果你有寫VBA在裡面的話 一定要存存 記得喔,或者你用另存新檔 存檔的格式的話,記得一定要存這個 啟用聚齊的這個活躍部這個格式 如果你存錯的話,那VBA就不見了,你給它重寫了 那第二個就是當你啟用的時候 假設你將來把它打開來的時候 上面一定要啟用,因為剛剛已經啟用過了,所以就不會顯示出來 OK 那接下來的話,請各位 再開啟我們那個範例檔裡面的那個 檢視與參照的部分 那這個檢視與參照那個範例題呢 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我是把它放在 檢視與參照 OK 這個 那請各位開啟這個範,這個練習檔 這練習檔裡面的話,打開來 這裡面好幾個比較常用的 像LUGA 像HLUGA 像VLUGA 那其實主要用途是用來做資料的查詢 不過呢這個查詢那有一定的 限制 OK 那哪些限制 要怎麼做 我們按部就幫你看 首先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 特別注意啊 這邊 這個是一個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裡面喔 總共 這個有點像 其實就類似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那裡面的總共有五個欄位 編號姓名總銷量 名次 業務水準 OK 其實跟資料庫概念也是一樣的啦 相通的 那旁邊這邊有一個 這個地方是查詢界面 那我要查什麼呢 當我輸入005的時候 他要能夠把005的其他資料怎麼樣 本來是橫向的 把它變成縱向的 幫我列在這裡 那當然如果我今天不是查005 我今天查其他人 查001 他應該也能幫我資料帶過來 就是 未來也許這兩個資料呢 可能會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不一樣不一定放在一起啦 這個我們練習 把它放旁邊比較好理解 那怎麼去查 第一個的話 當然 上面有005 如果我要查什麼呢 他其他的資料怎麼查 首先第一個 我可以 當然這一題 你可以用Luca 也可以用 VLuca 兩種 或者甚至後面會提到 更進階的 像index 或者是什麼 offset 或者index 等等的很多種方法 那不過我們按 按部就班 來一個一個各個集 先從 比較基本的函數 再慢慢往前 再做一些比較複雜的函數 應用 那首先第一個呢 我希望查005的其他資料 那這個地方 當然 第一個 找到檢視器參照 利用哪一個函數呢 用Luca 你會發現這邊好多 index index 下面一個 Luca OK 那我們先用Luca 來試試看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有 兩組的這種 參數 我們用第一種 預設這個 那這個 這個地方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Luca Value Luca Value 是說 你要查什麼 Luca要查詢的 值在哪裡 那我要查編號 請你幫我查005 第二個他可能問你說 好那你要查005對不對 那請你告訴我 那個 你這個005這個編號 的 所有資料的範圍在哪裡 那因為005在哪個範圍 在編號裡面 所以 你就給他編號 他會幫你找到對應關係 005到底在這個範圍裡面排第幾個 好 那排第幾個之後的話呢 Redout Vector 指的就是說 如果呢 在這個順序裡面的話 他005在第五個 那你要告訴我第二個 就是 如果那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姓名 所以 再來的話呢 你要告訴他說 在一樣的 一樣的 就是 順序裡面 你幫我在 姓名這個範圍裡面 找 一樣的 因為005在第五個 所以他會 往下找第五個 把劉宏君的資料 幫你帶到姓名這裡 OK所以這個邏輯 大概就這樣 就是第一個 找什麼 在哪邊找 找到第幾個之後 再到另外一個範圍 找相同的位置 幫你把這個相同位置資料 帶到你指定的儲存格 OK大概就是 查詢啦 那因為現在是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將來是放不同工作表 反正就是可以查詢就對了 把資料帶過來 OK那你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劉宏君帶過來 把他置裝 那其他的部分怎麼做呢 一樣嘛 其實最最快的方法 但不怕為什麼 複製他 然後 其實只要改幾個地方 如果他總銷量的話 那其實 跟姓名差別在哪裡呢 其實 就差在這個啦 有沒有 查 B欄的這個 B3到B10 那總銷量就改成那個 C3到C10 名次 業務水準都一樣 所以其實你做完lookup一個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 姓名的部分複製 取消一下 特別是 按取消之後再貼 你如果沒有按取消的話 不給你貼 把這個範圍 把它改成總銷量 再打勾一下 總銷量就帶過來 再把這個貼上 改成這個名次 打勾一下 名次就帶過來 再把這個業務水準 這個地方 改成 業務水準範圍 那他會自動幫你把 005的 這個其他資料 通通帶過來了 OK 那這個是 lookup的 查詢方法 第一個 不過 其實我們工作裡面 用比較多的是 會用第二種 所以你可以把lookup 再拖拉過來 按Ctrl鍵 那這邊的話 請你在這邊加一個V 前面加一個V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希望 同樣的 邏輯 但是我用第二種方法 用什麼方法 用 Vlook 來做 OK 那Vlook 其實 我想 大部分同學應該都有用 因為這個函數 其實在工作裡面 用到的機率 非常的高 他剛好在哪裡呢 檢視與参照的最下面一個 所以你就檢視與参照 往下拉拉到底就對了 OK 那可是他會跟你要什麼 要 四個資料 比剛剛還多一個 難度你說會比較高嗎 其實我覺得 理解啦 如果你可以理解 我想也差不多 第一個問題 一樣是lookup Value 所以一樣是指這個 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是 Table Array 那其實Table指的就是 資料表 意思就是說 你要查詢那個範圍在哪裡 基本上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OK 那 特別注意 你會想說 這地方有Vlookup 為什麼有Hlookup 以後如果說藍位名稱在上面 的話 基本你就是用Vlookup 來查 可是藍位名稱在左邊 有些資料有沒有 它不是放垂直的喔 它是放橫的 藍位名稱如果在左邊的話 你就不能用V範數 你只能用Hlookup OK 那 特別注意就是 第一個查 這個005 第二個給他一個對照表 這個就是資料表的位置 第三個是第幾藍 第四個是查詢方式 那我怎麼可以 怎麼樣喔 再把那個 lookup的方式 改成V範圍數 這個我想 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那個 lookup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工作裡面 也蠻常用到的 用V範圍數來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謝謝